受疫情影响,武汉的酒店行业受到不小冲击 近期,一些酒店开始转换思路,积极自救 5月19日,记者在武汉市一家五星级酒店外看到 该酒店在路边摆起了早点摊 多位酒店经理和大厨热情招待顾客 记者注意到,早餐品种多达十余种 有热干面、牛肉粉、烧麦、豆皮、小米粥、包子等 积极自救嘛,疫情期间大家都挺受影响的 然后如果是有这种可以拉动经济的方式,我觉得也挺好的 第一次吃五星级酒店的早餐,感觉很好 比以前吃的酒店早餐好吃很多 我觉得这种方式应该是比较正确的选择 因为本来现在就是大家已经开始 就是怎么说,就是餐饮现在冲击也挺大的 只能通过各种转型来自救吧 在附近工作的周先生告诉记者 自己已经在这里吃了半个多月的早餐 热干面6块钱一碗,牛肉粉14元一碗 不仅与市面上的小吃店价格基本持平 而且味道更好 服务人员很多,服务态度很好 然后大家也是比较守排队秩序 在安全上面的话也会相对好一点 比较干净,卫生 我们从心理上来讲更容易接受一点 据酒店餐饮部负责人燕东俊介绍 作为武汉的老牌新级酒店 这也是该酒店营业62年以来首次推出户外早餐服务 自开业以来,每天营业时间从7点到9点半 每天大约有100多单 我们可能以往主要就是针对政务、商务 包括会议市场 那么现在因为疫情的影响 我们现在企业也是自产自救 同时也是为了给广大市民提供我们这些五星级酒店的食材 包括品质,包括我们的一些服务 燕东俊表示,对于五星级酒店来说 卖早餐的收入其实是杯水车薪 但是让员工动起来 让酒店保持经营状态 能很好的提振士气 那么同时我们也是有信息能够战胜这次疫情的 也欢迎广大的市民来体验我们更加优质的服务 也多提提宝贵的意见 我们争取约做约好